第一次有准备的 然后去聊天 我觉得特别像相亲 你知道吗 我也觉得 你最讨厌 你最讨厌男生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 说什么样的东西 以前谈过恋爱吗 以前谈过恋爱吗 你给自己挖了个坑子 你喜欢他 他谈过恋爱 你也不会在意 你不喜欢他 他谈过恋爱 对你也无所谓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中雷了 你中了一个雷 对 还有吗 没有 就不要先问隐私 包括我也可能 会不太好意思问 男方的隐私这样 对 那你呢 你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舒服会很重要 就不要一上来 就感觉好像很熟的那种 因为特别自来熟的话 他其实跟谁都会狠自来熟 他会所有的在语言上 或者在他的行为上 他都会很主动地来牵引你 我就是一个非常慢热的人 然后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文静的人 我其实不文静 我其实不文静 与一只伤 气氛不思荣产 我其实相当的缝 只是说我在第一次接触 都会非常的枢拟 其实私下是一个比较疯的人 但是还是需要慢慢地接触 所以我有没有可能跟你的朋友 可以一起看到你疯的一面 什么时候能看到你疯的一面 咔就掀桌了 我觉得你要跟我朋友玩手的话 我们肯定能一起玩的 嗯 谢谢